我是客串的主持人 他已經客串了好幾次了 那個收餅才是專業的主持人 可是他是不自信的 就是堅持不自信 你知道這個 富邦公應該知道這個笑話 就是堅持不自信 然後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一個名詞就是台灣的公民事故 他的想法就是說 很呼應的想法就是 你單一的去關心目前的公共議題 那個知識面是不夠的 你可能是從社會學 經濟學或者其他法律層面 甚至是物理添加 那每個人都是各非一把號 但是因為問題 現在公共政策的問題 其實相當複雜 他需要各個面向去理解 去分析 那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整個問題 所以我們的想法是說 除了是製造一個平台 有一個平台 我們對現在台灣 一個大的問題 做一個研究 或者是一個個別的發展之外 希望藉由這幾次 我們一系列 我們大概可以辦 大概三次到四次 我們下次還有大概兩次 能夠參與的人 他不僅能夠去表達 他自己現在的研究成果 能夠最後這個過程當中 他也會跟其他的這個研究者 做一次跟各位的來這邊聽的那種運動 所以其實像我們這幾次 像建宏老師 還有奇珍 他們通過的走進來 他現在 在後面 就是說 我們這幾個都會 對於這個問題 就是說 一定一休說 延伸出來了 勞動問題 跟創新經濟的部分 能夠把它擺到一個四大的位置 那我們希望 大概幾次 會有成果出來 也就呼籲你講 我們第一次聽到 就說要 要一起 團隊 那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 聽過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你就是 那這個不只是一個 我想社會運動的概念 在私事上的創造 集體創造來講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大概是我們的背景 我想每次來的人都不一樣 所以也容許我 大概做這樣的一個介紹 所以說 我們這個是一個 有一定程度的 COVID-19 一個公共政策的討論 而不是說 我們有一定程度的 我們有一定程度的 基本的價值 在我們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出來 我們基本價值 是什麼 零等環境自由 那這些事實上 是我們在 研究過程當中 事實上所 所顯現出來的 那個部分 所以我就 不耽擱各位的時間 那原來今天 我們其實 還有一位 正大法律性的林佳柏老師 本來他們是要二重重 那因為 林佳老師家裡有一次 所以他一次取消 所以我們今天就只好 我們中文老師 單大文 他可以二重 他跟我講 他可以講三個小時 講兩個小時 那我大概想說 務必有一點時間 讓大家Q&A 對不對 讓大家可以 可以去作用主動 所以 如果他一個多小時 在二超過太多 他這樣我們有足夠的時間 去做 做 故意 所以我們今天有足夠的時間 我相信有足夠的時間 我們可以去做 討論 那我們就先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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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消亡 以至于到21世纪以后 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每次讲的都不是国家 怎么样怎么样控制所有事 都是国家怎么样怎么样无能 所以如果各位去注意 其实我们这一组的研究 当然就是我们希望 把它定格到所谓的国败论 就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那样子的论述去探讨说 到底现在我们的经济 跟我们的国政府决策跟经济 是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 这个 其中一个遗产就是国家失败 State failure 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是 其实我们的产业结构 也跟过去的长相 非常非常的突一样 其实我们有几份 跟韩国人一起做的调查 我自己最初是在 大概2007年8年 的台湾社会变迁调查 我们去跟韩国的训练 比如说有一些 我自己觉得很奇怪的发现 我本来以为是数据错 后来发现不是数据错 就是我们的中小企业当中的就业人 在我们的调查当中 小于韩国的中小企业就业人口 已经连续好一年了 那我本来以为是数据错 后来我重新去弄 看数据 我觉得也不是数据错 就是人口就业人口 后来你去查中小企业白皮书 其实真的是 你去看这几年 这次经济不上学书 他们的人 叫我们看韩国的训练 我们没有不上 我们的中小企业 现在没有多过韩国 意思是说 我们大企业的比例大过韩国 那我们过去对韩国 跟台湾的那个理解就是天堂 所以 那这中间就是说 所以我们一直去看说 但是数据里面到底是呈现什么 是不是真的 其实台湾现在的企业 比我们远远 比我们想象的大的多 以至于 我们很多的经济决策 其实是建立在 这个以中小企业为主 的错误的前提上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有很多讨论 就是在算 等一下都会看数据 那其中有一篇文章 我们故意打算在这 谢维伟的女性冠军 那这篇文章 后来得到 在这本书出一书之后 它是文版 它其实有 前生性文版 得到了那个书云璇一奖 就是说 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成就 然后我们也有了 那这篇文章其实是说 台湾的中小企业 现在活下来 其实是女性冠军 他已经经历过大型企业了 我们另外一篇文章 叫自己的巨人 你各位有看自己的巨人吗 这些巨人就是那个漫画 就是那个 就是墙外的人冲进墙里面 结果你发现了 那个是我的同胞 他只是变大 我怪你 他只是因为你会变大 所以其实就是台湾以前 过去跑到海外的中小企业 都已经变成晋级了 去 回冲回墙 那 所以这个 这个 就是晋级巨人跟隐级冠军 是一组终对撕杀 对 你在文章 你在书里面是不是把它变成 是希望这个 刺激台湾社会再去变政 变说中小企业 东大企业 未来在台湾是经济团 他们都带一层角色 这样子就是对 他们各种的运气 但是其实不是 因为出书 出的时候 是刚好是一地区 要在台湾中小企业 该不在地区中小企业 维持低工资 这个问题 导致说其实 那一次的 当那几天的记者会 那个签署会 都把重心放到了 大型企业上 那其实我觉得 像我做出结果肉 我觉得 可能大跟小生的赛事 还不是问题 人家都会看到我们 数据重移的结果 那接下去就是说 金融市场 台湾金融市场 前几天板跌了 会非常的大 现在是六成以上 法人外资 所以 那个 散路剩30几 所以这一次 我们股票上万点的时候 整个台湾社会 都没有感受 就跟我们GDP社长 你像看那个 1990年 那个台湾股票第一次上万点 我不知道各位有个印象 我有印象 我有印象 我那时候已经够大了 我有印象 那时候每个浩子 都在放烟火 放到晚上六七点 那天上万点 然后烟火一直放 放到晚上八九点 他们自己花钱去放烟火 然后每一家管子 台北市民的管子 都做好 那些菜籃球都赚了钱 好去请他们自己吃饭 所以 但是你看这次 股票上万点 谁有感觉 我们也没有人家耗子放烟火 所以 其实那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获益结构 从古市那样的获益结构 整个已经都转变了 它就不是一个去口浪 跟散户都爽到这样 其实是 不是 六层上是 市值是找到在外资房子上 其实那些散户可能 都不是散户 不是散户 散户不要是人头 还是大户 其实很难说 所以就变成说 那个 那个 现在的市场 然后现在市场 这几年市场上 开始有这个度购 开始有家族企业 少数 或者是 甚至是经历了不错的企业 其实是被 越多性的 这个度购 出现这样子的贴持 那 结果是这个 台湾的社会流动开始停止 因为创业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这个资本集中化 而且创业的这个门槛 越来越高 那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 少子女化 现在就是因为 这个创业 有时候流动 都已经停滞 薪资停滞了 实时薪资停滞了16年多 17年 所以导致了这个 少子女化 就是最后 大家都 整个生小孩 都不能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最后就是形成了我们 所谓的这个 族群 从这个 公民社会 党国跟公民社会 族群的这一组冲突的关系 转化成 世代跟阶级的企业 然后这个冲突的结构就是 很反映在我们这次的一些 修法的问题上 那最后我们提了一些 訴訟涉提一些 所谓的几个方案 那一样 等一下再说好了 嗯 就是 下一页 所以过去的这个政策 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政策 其实就是小国家 就是政府 就是地球是比的 政府不要去管 几件事 首先贸易不要管 所以关税要下降 不要做保护主义 然后这个 关税是政府收的 所以国家 国家就是少了一条税 然后这个 嗯 劳动力不要管 就是生产要素 市场最好 你不要管 所以就是 劳动力管制 去管制化 然后这个 这个 资本投资减税 所以基本上就是 市场能做的事情 政府不要做 所以整个逻辑是这样 然后你相信说 开放贸易群球化 其实是 会贸易的更多的 也不是少数人 那其实这些 在最近的研究里面 都是有多种 它不见得是全错 它至少是基本没效 或者是衡承问题 包装工资不要提高 看会不会吸引外资 其实都没有 过去几年来 做了那些都 基本没有用 那所以 好 下一位 所以真的是过去的 挺税的轨迹 这个是我在公司 大概有一个问题 就是 所得税占封能力的税收 从1990年代初期 财产税 所得税 流通税 主要是营业税 更占26%的结构 到了 2009年 其实今年更高 今年税减之前更高 今年税减之前 其实台湾医院 所得税占税收的比例 已经是12% 所以 然后这个流通税 还是27% 可是 就是 减税多的就是财产税 财产税 现在剩13% 所以过去的 然后台湾的政府 佔继率的比例 我们看一下 台湾政府佔继率的比例 从这个 其实 1990年代之前 这个图是比较晚的 1990年代之前 其实是17% 18% 好 现在我们1990年代之后 的出税负担率 已经全部得到 11% 11% 这个 这个 嗯 诶 诶 看一下 就是 就是 提到这个 11% 12%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转走是 台湾的民间资本行程 如果说 减税是有助于台湾民间资本行程 然后 你看到的应该是一个 富行日 就是 减税 减税 然后民间资本行程 就是 减税 给区多治疗 又去投资嘛 那事情不是這樣 事情是比較像是過去傳統的反映式主義的結構 是這種加稅 稅收高的時候民間投資增加 稅收低的時候民間投資減少 比較像是陳述項目 就是說其實政府有收稅投資的時候 民間投資才會增加 那是一個正向觀 所以這個至少 至少你是不能說減稅有什麼好處 那當然稅股當然有去 基本上過去幾年只要稅收越低 那這個是租稅負擔率 那這邊是對中國的投資 所以過去幾年來 這個台灣的減稅其實都把資本丟到海外 中古當然是最主要的 八成 基本上八成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個 我常常就是 上次也感覺會講到就是 錢退給郭台銘 退稅給郭台銘 我們現在做這個事情 你退稅給郭台銘 然後他錢投資到來 你管得著嗎 你管不著 他是拿去衛星 拿去土地 或者是拿去買蝦皮 你退稅給他 你哪趕得著 所以他不一定投資在台灣 所以在解決化的時代 這個退稅說要刺激經濟 基本上你不能保證他存在本土 所以結果就是 其實 我們是加速的資本外銘 那我調好幾位 中院經濟 經濟科系的這個院士 那我曾經在用面前方說 我先讓你質疑這個 他說中文不是這樣 是 是因為收不到資本外銘 所以你收不到水 也可以啦 但是不管你怎麼說 退稅都不會讓資本留在你本土 這點很清楚 所以政黨製作我們退稅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台灣歸文 我們台灣的政府歸文 除了香港之外 就台灣最小 全地球上有主權的國家 香港就是主權的國家 所以香港的那個政府歸文 稅收在紀錄 比例大概百分之七 六到七之間 那為什麼 他不用負擔國華 他國華是解放軍 除非各位想要解放軍在台灣 不然的話 這個我們是不可能 我們政府規模不會在地 所以 這麼小的政府規模 佔GDP的比例 可是我們就被我們幾乎什麼事 都施展不開 我們連一些最新發設計的更新 其實都原本出過 這個中 請中國大陸的目前 連GDP的更新 政府的更新 大概百分之二 其實是我們兩倍 從規模 其實從相對的比例上來看 不要講他絕對的比例 是我們大陸的好多好多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連一些最基礎的 這個 依法收入的更新 都有出問題 不要講說我們很大計畫 那 另外一個就是 過去的所謂的私立脫鉤 私立脫鉤 私立脫鉤就是說 那個 勞動生產率 應該說 台灣以前的成長工程師 是必須建立在一些 一切比例串的 相關一些前提上 首先 外銷是經濟成長的影響 所以外銷成長率 必須要很接近經濟成長率 然後經濟成長率 必須是提高工資的影響 所以經濟成長率 必須很接近薪資的影響 然後你才會有最多大的 就是你的外銷 就拉動機器成長 每個人都吃到 都喝到肉 吃到窩湯 然後你就 你就每個人都成長 所有的都成長 1990年代 其實從初期開始 就已經脫鉤了 台灣已經私立脫鉤 還有一個叫做勞動生產率 就是你很穩定生產 生產率提升 所以你的工資提升 那其實台灣這四條 提升最快就是勞動生產率 然後是外銷成長率 然後現在經濟成長率 已經跟這兩個 這兩個的成長率 幾乎很關 最後是這個 關係非常小 一直 電氣關係一直在下降 最後就是這個薪資成長率 沒有成長 實質薪資不斷沒成長 17年還是倒退 所以我們要思慮多多 就是 努力生產 勞動生產率 跟工資很關 拼命外銷 工資很關 經濟成長 工資很關 所以你只要怎麼拼經濟 你平下去都沒有 其實所得都會成長 所以就 就是 市率脫鉤之後 這個問題就變成很特別的 大家覺得不滿 就會很明顯 效率 那 到底 所以 到底台灣工資 被什麼決定 這個是台灣的 失業率跟工資的關係 就是勞動市場空虛 我們看一下失業率 那 是不是 其實 關係很簡單 就是 這個 失業率 越高 失業者越多工資越低 那 那個是零貨工資 然後這個是 失業率 那 所以說 失業率壓下降 廠商在缺工 這是個問題 所以 所以 其實我們在出場裡說 最初心的問題是 賴運長說要解決缺工 其實我心裡想說 缺工怎麼會是個問題 你不缺工工資怎麼會上漲 你不是低薪了17年 你是要解決低薪問題 還是解決缺工問題 你兩個只能選一個解決 因為 就是要缺工才會 工資才會提高 所以 這個 但是這個關係還不是很明顯 其實這個勞動市場 台灣勞動市場 對工資沒什麼反應的 說實話 我們看一下一點 所以 所以工資跟什麼 其實 台灣的失業率 主要是操控在 原來是 這個是對中國貿易 對中國投資的比例 也是過去20年來 這個 失業率其實是操控在對岸 就是我們的資本外 決定台灣的失業率 失業率或多或少會前動到 失業率越高就有工資 所以過去台灣其實一直面對兩岸的這個 就是中國的慈悉 那結果就是說 貧窮率跟對中國的貿易 有一個非常強的線性相關 這是因為台灣在19... 至少在2000年之前 台灣的主要的... 台灣家庭當中主要的收入 也是成年男性的工資 所以那個工資一到了資本外 那可能失去工資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掉到完全沒收入 就掉到公資收入了 那... 那... 2008-090的跳躍是因為 我們改了平均錢 因為190竟然很大 所以就... 今天先大幅提高 所以就寫了這樣 可是再下來的時候 有一點關係 就是說... 跟做大陸的經貿晚餐 基本上是... 以前供的台灣的失業率跟平均錢 其中... 跟平均人口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 比如說太陽花時期的時候 波士帶出來之後 就知道的 對於總體數據當中的一些觀點 算用 那... 所以減稅其實就是 導致平均差距的變化 算用 就是退稅沒有出現 然後另外一個當然 就是波士帶裡面也提到的是 這個工庫流失 跟這個... 台灣的經常信心之戰的基地面比例 有一個更強的信心傳統 就是... 基本上是... 顯示台灣的工人階級的 Argain Power在流失 所以... 那... 接下去我要講的是 新的東西 就是真正本次的主題 做到天下 的研究 那... 這個研究是延續從這個... 這個... 魏晉的奇蹟那本書裡面的 進行去的那邊文章來的 好... 所以就是那邊文章 各位如果有數據 才看那邊文章裡面的 數據的細節 但是我們做超過那邊文章的事 就是下面的數據 交出來好不好 希望 我們後面做的研究 所以我們在那個數據裡面 用一下我們已經稱之為 做個裡面 台灣企業盤子 讓我們 我們是整合中華真信 五千大企業 還... 天下產生有千大企業 還有台灣機器 行榜的上市企業的數據 好... 這個還在做哪 那... 這前兩個已經做完了 就是在... 在書上已經發表 這個書上已經發表 各位如果有興趣 要做進步的探竿跟研究 歡迎來找我 那... 我們所使用的這個電像包含的企業 就是在書上的數據 集團數據 在中國的財務數據 高薪酬指數 100 這個是... 就是台灣的薩斯公司 股票裡面有一個高薪100的成分 所以作為... 其實是台灣的公股 台灣的基金投資的一個 一部分的標題 也是鼓勵那個... 民間的投資者去投資這個高薪100 譬如說... 那在那一百下其實 是相對... 薪資較高 而且就是... 就是... 對國保證較好 那... 還有就是... 我們... 我們在... 衛建奇蹟社會出來之後呢 嗯... 勞動部終於在... 終於在後來釋出了這個牢基法的 完... 就是完整版的牢基法 違反牢基法的這一個... 罰單的資料 那其實... 2010年修改牢基法 有一次修改牢基法就應該要釋出了 可是呢... 他們... 因為他們把... 釋出的機構寫那個... 那個... 由地方出來的機構釋出了 後果就是... 其實是有各縣市農工局 其實... 那個... 科學人區都沒有釋出 就變成說... 地方主管... 地方去釋出的時候 啊... 有的地方主管今天是這樣 我忘記哪個縣市啊 之前... 上次選舉之前的桃園市 他們每釋出三個月 就會把那個罰單位拆掉 讓他們往內去嘛 他們只是出這三個月的... 然後減罰的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 我們那時候都拿不到那個... 那個... 銅鐵的數據啊 那後來是因為這個... 郭... 郭國文要講一下 誰... 誰造福人各位 我這個數據可以用 郭國文次長的任內啊 那個... 我們去... 拜託他一直去開會 然後去拜託這個... 這個... 現在是... 嗯... 哪個...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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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後來那個... 那個... 有釋出全部的... 老檢稅器全部都整理好 因為以前各個... 縣市公布的結構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有... 2012年之後... 一年之後的所有老檢查官 可以把它併到企業數據 我們就知道誰是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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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然後有環境採討 這個也是... 非常感謝環保署的配合 那其實這幾個... 今天也有討論... 討論... 討論去衛生部 就是... 因為他們會聘請我們 我們在做數據等 去做這個叫做什麼 open data community 就是那個... 嗯... 正組資料公開... 委員會啊 啊... 後來我是那個後部提出來了 國次長下台之後 我就... 我就跟著沒有辦法影響 可是呢... 那個... 那個... 他們最後還是釋出了 還是要感謝一下這個... 業務怎麼辦呢 然後那個... 環保署就友善很多 環保署是我們... 一個工人去掉 他馬上去 不舒服都告別 恨不得理會 因為他們... 他們其實是... 中央部位裡面 公開資料比較... 排名靠前的一個部位 比較... 比較透明化 那... 還有專利 這個也是... 我們寫的功能去跟... 其實他們也是公開的 因為台灣... 因為專利數據其實是公開的 只是說我們不想要去... 用爬床跟爬爛網站 所以... 就寫信去跟他們要說 欸... 能不能請這個... 智慧者暖局 就直接把... 所有的專利... 的... 相關的... 這個... 這個... 誰申請啊 你申請多少件這樣子的數據給我 所以最後我給你專利數據 所以... 我們已經比... 在衛健期間 約已經三年前開始寫了 然後審... 審完一年的... 2014年的1月開會 太陽花之前 4月份初搞出來 太陽花之後 然後11月份自己... 彼此批評完 11月份完港 送審送了兩年 所以... 我們已經花了兩年時間 來做訪問這一段 其實... 就是... 為了去... 為了搞清楚... 然後機法的... 那個數據到底在哪裡 為了... 去跟... 環保守掉的訊息 其實我們... 已經花很多時間在... 公文完港 完成了這個啊 還有... 都沒完成 然後這個... 我們有這個企業的... 存益率啊 這個是我們最終的... 我們想要知道什麼 我們想要知道誰在創新 創新就用專利來測量 用存益率 用... 用最後存益來測量 存益的比例 比較測量 就是誰 到底是賺錢的人在違法 還是賠錢的人在違法 還是說... 污染環境的人在違法 是污染環境的人在違法 是污染環境的人賺比較多錢 還是香港 到底台灣是哪一個企業的創新呢 所以... 這個... 然後這個... 所有數據是不均滿的 另外專利 台灣的專利是2,600米 還是... 可以公開的 所以這些數據可以用 污染熱淋裡面 因為污染三法 廢棄處理法 水污染處理法 跟空屋的法令修改成 必須要公布廠商的那一個資料 所以我們才能夠合併 那... 這個勞動法是2011以後才有 那高興從成分 2014以後才有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知道說 到底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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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 這個是用天下財政的數據 這個是用... 這個... 嗯... 中華真心社的數據 為什麼他們的數據不一樣 因為中華真心社給的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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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的前十大企業 在... 海外的... 加入海外的... 規模實際上是... 20萬 國內的是... 5萬 這... 是... 那... 甚至... 連前百大企業都拉高到2萬 都快3萬 前... 台灣前百大企業的品名值是3萬 然後... 這裡面當然被一個... outlier... 影響 就是... 鴻岸... 鴻岸在... 二零業... 是... 歷史上... 有史以來... 紀錄所有的... 製造業者當中... 人數最多的 可是... 把它扣掉了... 其實... 前十大企業還是有... 八九萬 在這裡 所以... 台灣的海外... 企業的海外規模 已經遠遠超過... 我們的程序 所以... 那... 可是呢... 它到底是... 實際上是長整個人的巨人嗎 大部分是... 如果是用鴻岸做標準的話 其實它大部分一定是... 一般型的巨人 這是比較理想的巨人 這是一般型的巨人 就是... 這個... 一... 鴻岸在129萬人裡面 台灣的故人其實只有6472 如果各位去看... 鴻岸在台灣的... 雇用人數的排行 它大概是13到14年 它真的對台灣沒有這麼重要 因為台灣前面還有十幾家 比它更大... 比如說台積電 它4萬4千多個物園 裡面3萬9千2百多個是台灣人 大概有九成 所以... 這個才是台灣本土的氣力 這個其實不是 這個... 一萬... 這129萬... 至少100萬... 所以... 然後呢... 各位在看它的資本支出呢 鴻岸在2011年... 報的是... 其實這是自殺那一年 就是員工自殺那一年 它有些7億美元 可是呢... 台積電在2013年 已經90億美元 除下來之後呢... 鴻岸的平均每位員工的資本支出是... 這個... 500美元 然後... 台積電是26萬5千元 相近600萬 那各位如果去看台積電工程師 剛入行的那個薪資啊 差不多不到5萬了 所以一整年大概是... 最多算80萬90萬 最多算100萬喔 其實... 台積電我估了一個100萬的... 人工進來 它配合的資本支出投資是600萬 所以它... 是... 據說就是... 3到4萬 可是... 實際上是... 它的資本支出非常非常大 所以... 台積電佔領僱人 再...再厲害 它也... 它也沒辦法... 一個... 配合的6百萬... 1百萬元支出投資 所以它... 它僱人的成本不是在它那個人 是在那個資本支出 可是呢... 鴻海就完全相反 鴻海的固點這麼翻譯 的... 資本支出 其實基本上就是在維持那個生產 就是... 它... 它一直在用生產線的規模 再換取那個... 非常非常多的能力 好 但是各位都有看它 營業環境下的 營業在台灣... 台灣的基地面的環境12% 所以... 我常在講說那個... 國台股絕對不會選中華民國中華 那中華民國的... 中華民國的... 整個營業的資金 佔台灣基地面的... 1百萬之12% 是... 是... 是鴻海的一半能力 鴻海的尺寸大過之後 沒有政府兩倍啦 可是他不用受你的選民監督啊 他為什麼要來選總統啊 所以... 所以那些是搞錯... 鴻海的尺寸 他不能... 他自己... 不能... 你在說什麼啊 所以就是... 鴻海其實完全不是... 鴻海結構就不是那一半 那... 毛二到三毛三到四這個... 這個... 這個階段啊 就是鴻海的毛利率值都是那一半 那台積電... 這幾年來最低的一半 那前門只排是18萬 可是... 機械階階段還沒有跳回三角 基本上是三點重的一個資格 所以... 那個... 那個... 那個鴻海... 我常常在說那個... 我們... 我們有收到... 在地區... 就是說你... 家出境的夜市... 任了一個賣雞排的... 都不可能接受2.4%這種環境 連賣... 珍珠奶茶的... 做生意都做也是高抖 所以... 那個... 但是台灣的電子業是這種狀況 就是那毛多一多小 他一夜... 我做到台湾的... 台灣GDP的5分之一 快到5分之一 可是... 環境的2% 所以... 那個... 現在這個就是我們成長的關係 那... 這個是上次講的 科目經濟就是在講說 海外的依賴度 您收來講大概... 下一頁 然後這個... 海外運用人數... 一千... 五百大集團 海外運用人數目前是... 270萬... 220幾萬 可是他在國內只顧100之外 所以... 其實台灣現在對海外的... 所謂界對海之一 在中國大陸 依賴度有多高呢 真相在3分之一到1.7倍之一 因為3分之一一定是低估 低估是因為... 他們用... 叫做... 移轉定價的方式 其實台灣的... 營收是... 有換水進來 中國的營收3分之一是低估 因為百萬元營收做進台灣的公司 所以... 那個... 應該是超過3分之一 台灣的葉克風經濟有多大 台灣的體外循環... 依賴度也很大 超過3分之一 但是呢... 又有1.7倍的... 勞動力在外面 下一個... 那... 這些人在哪裡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 他已經說的分配 基本上3分之二是在長三角 這是一千大台商 用一千大台商的統計數據去調 然後3分之一在... 在這個... 出三角 小於3分之一的形成 下一個... 那... 勞動力的分布到底在哪裡 勞動力的時候不就沒有了 也是... 目前也是3分之二在長三角 3分之一在出三角 但是呢... 它的交叉點就是在2016年... 2006年... 在2006年之前 其實台灣的... 大部分就是勞動力 台商的大部分 勞動力是在出三角 2006年之後 那一年 才跑到長三角去 然後呢... 2008年之後就出現一個大下滑 2010年之後就跑到中西部 那到底台商是怎麼做的進行決策 看下一頁 這個書上有沒有 就是... 其實就是工資 沒什麼好命運的 2005年到2016年 就是深處大股地標出的金錢 然後資本就跑到蘇州 蘇州的天空字還差20塊 然後呢... 下一年深處又大幅提高 蘇州提高了 可是蘇州有三年的時間 就沒有空 基本工資都沒有空 然後的深處還在一直提高 然後等到蘇州開始提高了 資本就跑到中西部 大概2009年開始 所以... 那時候我去那個富士堡 調查明的自殺事件的時候 我是在2006月過去 那個郭董就宣布說 為了要解決自殺的問題 100天內要在成都跟正中設立 另外兩個五萬人生產業 到本身移出去 移出深處來 講好聽也是標論其中美的自殺 講還聽你就是要逃離那個美光燈 所以... 而且是中國政府其實比較壓力 因為他們要逃亡漫洋 要把深處郭曼曼曼替 當作環體產業長做 我覺得... 那所以就變成說 那個... 要逼他走嘛 所以他就跑到鄭州城市重慶去 那重慶這個... 重慶這個案子就更特別了 其實那時候他跟... 那個... 薄熙來是跟良好 各位可以自己去查報告 他... 郭董跟薄熙來好跟人 所以郭董熙來一垮台之後 他摸著鼻子把重慶的場關掉 然後... 那個... 鄭州跟成都 當時他... 他說他一百天之內有五萬人 現在鄭州城市 他有沒有說到最大 8月底這兩個場就真的開場 一開始成都只有兩萬人 可是很快就已經... 到年底就十萬了 而鄭州場現在有四十萬人 所以... 台商真的可以在一百天內移動 逼近五萬人的生產性 一百天 一年可以連三次 所以... 他一直在追逐人家種人家的動力 他有什麼事 就是上海關人士去掌揭 那... 所以在過去的... 大人斯斯康比較... 比較... 比較極端 可是其實... 台商的生產店不動 這個是... 連連都在動 而且只要工資一提放就可以動 那... 那日本斯斯斯康的生產店 其實上圖有一個什麼技術卡 說實話 他的技術就是怎麼去... 跟地方政府搞到一塊這麼大的土地 可以打一天三天 就是他的技術是在這裡 那... 那當然也是需要有一點技術 大家不要... 其實那個是經理人要花你他的腦筋 去跟地方幹... 弄它... 那... 那次的大移動其實還蠻複雜的 就是說 一開始他們是鼓勵河南人回河南 成都人 四川人成都 這樣子的話 那個抗拒率最小 可是就導致後來那些工廠爆發抗爭 因為河南人回回來的時候 深圳是一千人比比的最低公子 河南正說是又退回850 結果回去的更坤坤抗爭 所以那次行的感觸很多問題出來 所以這個 這個是台灣的大型企業的size 這個是引擎冠軍 就是我們說的在台灣 而且維持中小企業 沒有中國投資的 能把沒有在中國投資的台灣的企業 中小企業拿出來 那就是他人數還是在上升 可是呢這個 跑到中國去 這台紅線是跑到中國去 從中小企業變成大企業 跨過任何台 就300點 那就變成說 他其實是追上其他的集團企業的size 可是呢 即使台灣的企業這麼迅速的大型化 在中國那一頭 他們是節節敗退 就是說 兩岸三十一千大企業裡面 從2006年有幾乎355家 另外有300家是港商 所以 2006年從一業額來算 兩岸三十一千大裡面 台商、港商跟中國本地的廠商 是零分、丘射 各三海一樣 台灣有321家 可是呢 過了 到212年 我們書上6212年 因為我們是2014年送手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當時公布到212年 我們出去是189家 實際上過去看天下台是去年 是116、117 就是兩岸三十一千大裡面 台商從355家 所以他生在白色 大概 有三分之二的台商被擠出一千大裡面 這表示他們在海外 不斷的用規模 不斷的擴張規模 還是輸給了那些中國廠商 下面 但是呢 在台灣這一頭 當我們把它用台灣的企業規模去計算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些編導神就是進出去了 就是巨人衝進牆壁 哇你設施怎麼那麼大 所以就變成說 都是反過來 國內的數據 當我們在國內的數據去換算的時候 我們得到是一個相反的意思 就是說 它在國外是還是 它在中國是給那些更大的巨人 可是它在台灣國內 算成台灣國內的產值 跟資產總盒的時候是反的 它就變成是 從大型企業 前一千大大型企業 從50%的資產總盒 跟那個 跟營業的 發生到 今年可能是破 2060年的 工商普查奇事公佈 今年跟拿奧的 百之七十五 就是台灣目前四分之三的 產值跟資產總盒是 營業跟資產總盒是屬於大小企業 員工數是百之三十五左右 今年多萬 那各位想說 那中盒企業還是在有百之六十五的 這個就業者 沒錯 他用百之六十五的就業者 是中盒企業 問題是出在說 這個比例已經非常非常接近 歐洲國家 英國是我所知 就我所知 極少數 大型企業 對我們去超過中盒企業 那就是企業公佈 所以絕大多數的資本主義 在一些極端利子中間 包括美國跟日本 都是大概三七比四六比 就是其實 地球上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 都是中盒企業 不用開入產品 但是台灣現在已經不能夠 宣稱說 我們的壯械部 比別的大 其實我們只在談多了 取到其他的資本主義 下面 那拜託的部分就包括說 這書上有寫 就是說 答案是七十五的外銷產值 到現身答案是十八 下一頁 那這當然 我就不記上了一個問題 但是先不講那個 記得我們還是下來了 那這個 平均公司平均資本呢 這個是 但是 1980年代的 裴索變投家時期的資本 就是 現存企業 倒閉企業 新創企業 倒閉企業 都是五六百萬 就是 我家工廠 我做了幾個 變成師傅 我看我老闆 也沒看什麼事 我就是跟他天外商揭銷 接訂單 然後 我就想我自己做 那我怎麼做 我去當自己家 拿一百多萬出來 然後 給我一百多萬 加上這個 親偶借貸一百多萬 我還有一百多萬 七八萬 我自己教一個 特定級工廠 就做起來 就是那種 太公共的事 可是呢 過了二十年之後 可以看到 平均 每家生存企業的資本 其實是 三千四百萬 三千一百萬 然後呢 新創企業 還在這 還在四五百萬 就是 年輕人 一樣 具體要貸款 或者是我們中央借貸款 然後 現在已經沒有很少標位了 拿他自己 可能已經 賺了第一桶 幾一百多萬儲蓄 再加上一些 親偶借貸 三四百萬去開家 咖啡店 賣炸金牌 先採購 採購那些 先抓房 那個房間 採購一些 那個材料 要開咖啡店 至少一百多萬 有起跳 一百二十萬 有起跳 除菌 包含菌 等於你可以抓到開店 差不多一百多萬 再下去 固人 然後這個 水電 一整天下來 那你拿來的話 大概一三年 就做不起來 就倒了 就挺出去了 所以 大家會不會還在這邊 倒的更新創的 還是都在五六百萬 還是存活下來 平均值一三十萬 相約 所以那個所有創業的人 要注意你們資本 然後這個 這個是 倒閉率跟存活率 創業率就是 新數的公司輸出 公司角數 跟協業的公司輸出 公司角數 就是 新人的速生率跟死亡率 那其實在1980 1990年就已經打平了 就是台灣在 東洋 其實創業率跟協業率 就已經是平了 公司總數大概就是 六十五到六十八萬左右 那這個是我們剛才講的三種企業 過去大約直到2012年來止 1995到2012年 那些維持中小企業 近幾個去 就是跑到海外去 變成平均八千人 還有本來就是幾萬企業 他們的毛利率 那各位看到過去的 毛利率的平均值 確實是下好 大概從五點多 往下掉大概四趴 四趴多 那平均數大概是在這裡 本來是差不多五趴 現在是四趴 大概掉五趴去 不過確實 你們平均的 毛利率下降了大概一趴 這是五千大企業的情況 但是呢 各位看到其實 在台灣的這個 隱形冠軍這條線 一直都介入 大集團跟 跑出去中國的安排 的狀態 就他其實高零 跑出去 跑去中國的安排 就只有少數年度 是偏低 可是只有讓他 老二沒有能夠回到 一個常態 就是大型集團 中小企業 跑到海外去的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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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跑到最低的 那接下去是說 我們想要知道 剛才我們已經有 那些企業的資料 有他的規模 有他的在中國投資人 有他投資在中國的人數 那 我們也知道他有沒有利益 接下去就是說 那這些企業到底誰在申請 這個專利 創新是創新在誰 那其實過去 你來這個2002年的這筆資料 就是大型企業的創新 當然就通常都會高於中小企業 申請 平均申請的那個專利建築 然後到2011年到月 那個大跳升 那這個數據其實很biased 其實就是 各位去看 絕大多數分佈在兩家企業 就是鴻海跟台積電 他們佔這個 申請專利數的一大幅 所以這個鴻海突然開始暴增 突然很想升級專利 就跳升 所以其實專利 專利到底有沒有測量到台灣企業的創新 這輩子是另外一個非常棄手的目的 其他是拿來那些製程 讓他們一些做法去申請專利 下一頁 那接下去是說 是平均通貨的專利數量 下一頁 那另外一個是 到底誰在日來台灣 我們現在有日來罰單 是從2011年開始的 那我們就可以看得出 到底是中小企業在日來台灣 還是大企業在日來台灣 但是呢問題是這個數據也是一個很奇怪的數據 因為金融跟地方政府和南京罰單 都很容易去採取的那個當地最大的資金 所以其實我們算出來都是大企業 只有在一個年度 或者是中小企業在日來 然後大企業其實我們兩個 被開罰單的資金總數值平均是比較高 這裡平均是18萬元 就是五千大企業大企業被開罰單 平均有年齡要被開18萬 中小企業其實是平均2萬 一萬這個人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這個違法牢基法的次數 違法牢基法的數據 違法牢基法的數據是2011年流期 可是主要是2012年 所以就是這個 而請特別似乎為2015年開始 這個怎麼說 我們老檢大量沒有老檢的 老檢的大爆發是20516世紀 所以其實也是很針對性 其實是大幅的針對這個大型企業 那我們這也算是罰單數 去處理總化企業數 所以它是大型企業平均超過一成會達到 那這個中小企業是很低的 這個也是一樣是因為 這個地方老檢大會其實是怕有的那些大型企業 那接下來還有一些很有趣的問題是說 大家都在講說 到底現在台灣的大學生多 然後大學生是不是就 是這些員工很難帶 那這樣流動率是怎麼樣 那這個其實是這個進入率 其實大學生進入職場 進出率的比率其實還是在上升 下一步 那這個是大專以上工業部門 這個大專以上對高公子的進入率 那這個 我覺得工業部門其實比較看不出什麼 什麼特別的地方 下一步 那這個是 就是 農務業的進入率 那 那 因為這個 這個部分的數據 我們也是想要拿出一定的工 這個 你清涼低薪 到底是低薪在哪裡 是誰 在進入跟退出的光市場 那我們就是發現說這個 這個 不動產 然後 拼發營售 然後這個 資訊 資訊及 通訊傳播 然後這個 金融保護 這些都是進入率這幾年是比較高的 就是其實大學以上的工作均指在一下 大致上是往服務業 活動 那 特別是這些 有一些不能 可是有一些其實是高金融高退出的光 下一步 就是像 醫療保健這個是流入的 因為我們服務業的一類比比較多 所以是拆拆完幾頁 那一樣 下一步 那 這是三頁的不退出率 其實服務業不能不只進入率高 退出率也高 對 那 那 這個 這個 其實不動產業流出率也非常高 然後這個 最近其實 所以最近其實被 最近雇主人在喊三個業比缺貨 就剛好是我們現在流出率最高是三個 其他金融比也最高非常高 就是那些業比其實一直都是 我覺得 有一種在某種程度上是不斷的在消耗年輕人動力的產業 包括不動產 還有這個 住宿餐飲 然後這個 批刀營 都是那種年輕人 所以其實打工工資非常低 我們就要做這個 Deading 就是 死路一條的工作 這種產業 目前是這些產業的進出率 就是 年輕人的進出率比較偏高的 其實是台灣現在勞動條件比較糟糕的那個產業 那我們也想知道說 假設我們可以用進出率當作一個勞動條件的指標 就是進出率越高的產業越差 到底如果要進出率越差的那些產業類比的氣味 它是進出率高還是越低的 各位觀眾想知道這個 算了 這個 這個是一樣 就是 那個 這個是 退出率高的 也是必要保健 那 教育服務 這個也算 這個 先讓大學也要搞定 其實那個 大學 如果大學會倒 其實不喜歡你會倒 所以整個教育服務業 整條產業面也是發生的一樣 基本上是 退出率升高的情況 那這個是後來做出來的經驟 這個 專業申請數量 就是我們用來當創新的指標 那這個是 誰是二老闆 誰在無論台灣 誰在無論農機吧 我們做了一些 然後存益率高的到底是什麼樣的企業 那我們發現 存益率其實是 本身不影響這些變量 所以我們不然就把這些變量都放到存益裡去 比如說 看來一種企業的 代形比較 它其實是貨幣比較高的 然後我們就是 這個是一些企業的本身的指標 那中小企業其實是 申請專業數量低 然後 但是被強大的機率也不太低 然後這個呢 存益率 存益率其實沒什麼差別 跟台灣現存的中小企業存益率 其實跟大小企業沒有太大差異 但是 這個企業年齡大的 存益率高 通過中小企業的數量卻很低 然後其實這些很多都是家族企業 那我們現在還沒有把家族企業的數字全都掛進去 其實我沒想知道說 台灣既然有比重的做得完 大家想像是上市 上市公司是家族企業 那到底家族企業是在文海台灣 一直在做功德 然後我沒想知道這個 但是還沒有把家族企業所有的數字都掛進去 那就是發現說 這個 這個申請專利多的企業 其實它 也比較少被返還 也比較少被返還 換句話說 台灣其實是找得出有一種企業 它在創新 可是它比較少一點 比較少 歐瀟瀟瀟瀟瀟 創新的那些企業 也比較少一點 比較少歐瀟瀟瀟瀟瀟 這個 看下一頁 然後 跑到海外的 中國投資越多的 申請的專利其實是比較少 然後呢 存益率也比較低 所以印象我們剛才講的那三條線 可是其實跑到中國去的是那種 近期巨人盟的事情是 毛利率是偏低的 然後這個 產業部分變量的影響 稍微比較少 但是加班費越高的 越意外加班的 毛利率越低 然後越 越大專以上的員工退出 就是他覺得這個企業 說這個產業不能做的 跑掉的人越多的 就是 毛利率就越低 所以其實 勞動者對這個 是會用腳投票 可是呢 我們必須要告訴他們 那個到底 陷阱在哪裡啊 什麼產業都不要做 那所以其實 這看下來還是有點希望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權益率高的 並不是那一種 遏止的企業 例如是 我又剝削 我又發 所以我賺最多錢 不是這樣 是那種創新的企業 賺的比較多錢 而且它其實比較不會 相對會減少它 那個 就有專利多的企業 其實會減少它 去污染 或者是被 被勞動 勞解開罰的機率 好 下一個 那這個是 歷年來的電話 這個其實只是反映 那個財法的 耐用度的一個狀況 下一個 那所以 這個 下一個是說 誰是高薪的企業 我們就是對那個 當然是這個 兩個的數據 而且是上市公司 那我每次發現說 這個 中小企業 當然都是薪資 比較偏低 然後呢 環境財閥 跟勞動閥 違反越多的 基本上就是 它那個機的本質就差 所以它很少會進入高薪企業的這個範圍 所以其實 勞解次數跟環保閥企業 是一個非常的好的指標 用來雕示出那一些低薪企業 好 下一個 那 這個是企業成績的數據 就是 對 也是 也是 也是加班越多 那個 成為高薪企業的指標 你的經濟業 所以 叫大家加班去做功德 其實依賴這個 真的就是台灣那個 薪資偏低的企業 然後就是 它不一定是中小企業 因為中小企業 你們剛才發現中小企業這個變態其實是 到接下來我發現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主題很奇怪 可是最後的結論我覺得是ok的 就是說 其實size可能就是這個真正的狀況 但是我們必須要標示去那些糟糕的經驗 對 對 對 好 這個也是年份 這個就一年 其實高薪成績的品質會出 我們現在就感覺不舒服 對 所以呢 這個 我們在書裡面曾經提到一個叫做 鬥性廠商 其實我的心理就是講 怪老闆的業 這是為了把它用學術的方式包裝 只要說它是鬥性廠商的業 其實是怪老闆的業 就是說 廠商如果可以多學就不會創新 我們這個論點是對的 如果這個論點是對的 我們其實是 我們要產業創新 就真的要把它們剝削的動起來 逼它創新 對吧 那我們如果是廠商成績的 然後利益裡做的標誌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 或者是用那個 還怕得了專利申請書 看它跟創新吧 所以這個 外部成本 環境罰單 越多的廠商 付越多錢的廠商 專利申請通貨書 跟儲利益都不在意 然後本身勞動創新的 然後本身勞動創新的 勞動創新的 勞動創新的 越多的專利越少 越利益到加班的產業 存益率越低 大專利上的勞動力逃走的 大專利上的勞動力逃走的 跟該產業勞動力 跟該產業的勞動力 數量比較多的 就是 就是 像 P80售的 就是 勞動力本身比較 比較多 第七個 第七個 很多人 有很多人 竟然打工 那個儲利益都是便利 所以就變成說 其實 然後最後是海外博學 去中國投資 越大儲利益 越大 然後這個專利數字 你知道什麼 所以 因為 其實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的數據大致上可以說 真的是有灌籠版的存在 灌籠版不一定是中小企業主 不一定是大企業主 可是呢 他的行為不是是存在的 就是他如果有機會剝削 他不會再造成 那 後果的部分就是 我們 其實我們在 慧慶的奇蹟裡面 也有其他後果 問題是 我在其他的書上 其他的文章裡面寫的 那 包括說 這個 下一位 包括說 其實台灣的雇主階層 階級 在1996年以後 其實 是從來自5.3 下降到來自3.9 他的資本集中化 就有一些人提出相反的問題是這樣的 他有商業登記 跟公司數還在增加啊 那你不會說 雇主在消滅啊 那其實雇主的 在合同業總會出 從1996年 85.3% 下降到1996年 大概20% 雇主消滅了 那為什麼公司登記數跟商業登記數 還在增加 有一種可能性是 因為雇主其實開了很多公司 所以公司數跟他 沒有他自然而出 不是一件事 所以在階級的 階級的計算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是 一小撮的 有很多公司 有些是空投公司 用來洗錢 用來淘水 或者是用來把 把員工移來移去 然後逃避一個老闆 那 市民作業怎麼說 叫做傳統的 陶貝銘 陶貝銘貝銘的結構 是 砍掉了一半 大概2096年 我們是 還是16 本來是 本來是 然後呢 政府受僱者 從12.4%下降到95 其實也少了 12.4% 少了四分之一 就台灣的 政府規模 在收入規模 順序上也少了 四分之一 那 大部分 都只收到 10.4% 所以這種 就形成一個強烈的 向下流動的改革 因為你不能去創業 從來不成功 一直留在 壽部 壽星階級 就產生一個更強的 一個老子 對抗你的那種 意識 往下流 這個就是剛才講的 這個是我們書上 最後一張 跨海峽鎮上的 其實應該是把這張圖 再去 這個是李中榮 我來抽 這個李中榮 做的那個 那一張圖 我們都是一家人 這是台灣的 台灣的大型金控集團 給那些 老闆們的家族 都可以留在一起 很多 很多 這個 台灣的政商界的人 那 所以其實 台灣現在形成的是 是這個 這個 三三會 那種 就是大資格集團 第二代 然後這樣就 請我們 那個 行政院長 我們 經濟部去吃早餐會 然後就是跟他們抱怨說 缺工 什麼 像是抬高啊 景經外的好啊 這些 那其實也不是 中小劑 下一頁 那 所以這個 這個台灣的所有流動 其實很明顯的 就是 這個 就是會 台灣人不是有產品嗎 就是 人事物流動 這樣子的 然後 那也到 然後在過去的產業外 當中導致的 失業率的下降 其實也跟這個 生命降低的 相當 相當 符合直覺的關係 就是說 四月一月到這個 三月一月 而且最近 我曾經從算過的 最近已經讀了 二十到二十四歲 這個已經承受到 四月中幾十 三月 因為台灣現在 平均生年已經三十一歲 所以其實是 三十到三十一 四歲的這個年齡 有四月一體高 三月一體高 三月下降 所以 所以這個就是 企業組的情況 但是我們建議 在創新福利國家裡面 其實 這裡面文化 對台灣的企業要怎麼樣 家族企業要怎麼樣 拆解 以及這個 怎麼樣去管理企業 就繼續組合 所以這個問題 就是一直都 都沒辦法解決 當時我們在寫這個 《專輯之國家的經濟模型》 我其實不幫你講 講 他很驚嚇 你們才拚拚趕出來 我怎麼記得我 但是就是 你們所以各位是第一批 得知台灣企業行為 老師的聽眾 分享這個知識給大家 我們也希望能夠有人 來繼續來 跟我們一起來 做更多的數據 會議 然後我們會對台灣的 台灣的政府 會來 試要給廠商 什麼樣的餘生體 用什麼來標示那些浪廠商 然後 或者對勞動 展示好的廠商 然後把這資訊公開 然後能夠讓大家是 用腳投票也可以把 列幣組走 因為你勞動力不進去 他就會得到溫富 所以 這個整個能夠形成 是一個 因為我們不太敢用計畫經濟 去管這件事 所以最後一件事 要稍微利用市場機制 跟這個information 就是資訊 把不對稱的資訊 流傳過來 然後讓這個廠商 改好 所以就是這個是 我們希望 下一步可以 我希望這個 跟君一起做這個研究 再來可以 現在附給我們 我們要做這個研究 那就先報告這邊謝謝 謝謝總統 非常精采 非常新鮮的內檔 我們就開放 剛剛有人在跟我們說 你的氣度非常低 我想這裡其實提到 是我們的建議 跟創新組織 我們是不是就開放 還有那個 旗珍跟建筒都在這邊 裡面 還可以做功能 做的事 這次非常清楚 我們請問一下 因為從我們剛才的數據 您 有收到通常會比較創新的企業 或會是比較大型的企業 那 您後面也有提到數據 是說 他們的其實 對環境污染的裁罰 以及 違法 都比較少 那 我想它有來 裡面就是說 大企業其實比較有陽性 比較少 這些污染它比較少 被裁罰 第二可能是 因為它是大企業 所以政府不敢去裁罰它 好 那 您的結果 有沒有可能會是 因為後面這個 政府不敢去裁罰 大使 大使前面 他們的數據比較低的 這個可能性 這一點 可以請到實在 意思 或者指教一些 謝謝 對周朴 那個 講說那個 所謂 冠老闆那個 那個 發現結論是 不下三個 但是 其中 我就follow 這個部分 我覺得 那個地方 稍微有點 保留 因為說 專利數多 創新多的企業 他的那個 勞起法 財法 就比較少 我保留的原因就是第一 因為 你知道 就有了解 我們 因為經濟部曾經做過研究案 那個 他把台灣 用那個 中分類 二十六個行業 過去二十多年來的 GDP的 那個分配營業 做了長期的分析 結果發現 我們台灣 所謂的科技業 他的GDP裡面 他的GDP是四部分 一個是老公報酬 一個是企業營業營業 一個是投資研發 一個是稅額支出 結果發現 我們台灣這二十多年來 那個有一個行業 他的這個 投資研發 占機率比重 一直上升 上升最快 是二十六個行業 最高的 就是科技業 他的專業數應該也是很多的 可是 他的勞機把開拔單數確實也少 好像符合你的那個方式 可是喔 這裡有一個非常大的黑洞 因為我們台灣的勞機把開單是要勞檢人員去勞檢 我們台灣有世界上最獨特的勞動檢查制度 我們的勞檢是一國多制 我們的勞動部跟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的勞工局的勞檢員 不能進新竹科學園區勞檢 我們全台灣的科學園區跟經濟部的加工作區 勞動部跟一方勞動局的勞檢員都不能進去 那不能進去是誰負責勞檢呢 是科學園區或加工所區管理處 他們下面有一個小小的編制 大概會叫勞動組 勞工組 勞工行政組 他的勞檢人員通常就是三到五人 所以他的勞檢頻率非常低 如果各位有興趣 你現在就可以Google去勞動部官網有一個 那個事業單位違反勞動法令的專區 還有23個縣市跟科學園區和加工所區的 違反勞動法令的開單的企業 你發現齁 我每一年都會請我的上午課的學生 今年有兩班兩百多個 就是說你們去看哪一個縣政府或那個單位 他勞檢法開單數最少 他按永遠是科學園區和加工出口區 他的勞檢人員就是三到五個人 他勞檢頻率非常低 可是他就是剛剛總統也講的 他的投資研發佔機率比照20多人來 都是26個中分類行業最多的喔 他專利數也多喔 可是他的勞檢開單率都很低 這個不是他手法 不是他對勞工特別好 而是我們勞檢制度有權 全世界所有這些國家的勞動檢查處都是中央一條邊 為什麼要中央一條邊呢 因為這樣才不會出現我們台灣的現況 當你中央可以勞檢 地方可以勞檢 科學園區 加工所區都可以勞檢 那就會因為人力的不同 還有執法標準的差異 導致不同產業部門的勞工受到不同的保障 我們的科學園區 加工所區的勞工 是勞檢開單率最低的 所以我不曉得這樣 我很希望中央我們講的是對的 是跟我的理解真的有點明顯落差 好 那個有一個問題也是有去介紹的 就是說那個這個變數裡面呢 就是一個是蠻近乎的 就是有微軟的 中央的蠻近乎好 這樣一個變數 可是你知道那種卡丸也有指導說 很多現實都卡在這個大器 他說這樣一個bias之後 這不是隨機的嗎 那隨機之後我想就可能要 這都能夠解釋 這第一問題 那第二問題是 對老闆這部分當然是拿來講深刻 然後這個人也跟這個他比較創新 對原工和其他變數的對待又有些年紀 那對於是說講到創新 我自己的經驗裡面 好看跟是總體的變數不異 有請你面前說 就是在很多的老闆們 他們也說你沒有創新 或是都沒有要更努力的話 他們也很難生存 而且就是他們整個競爭 台灣是一個 政治貿易是一個 還蠻深的經濟體 我說其實他們競爭不足在國內 他也要跟國外 一直要競爭 我說也許他台灣的這部分 有些創新速度不夠快 這可能是事實 但你做過他創新的異率的話 我還蠻歡迎 這第二問題 那第三個是說 說實在的老闆們 除了薪資的這些 徒業提升之外 就業也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說今天他即使 沒有說讓很多人的薪資 成長速度 跟上所謂的 平高和低低的成長率 但是他對社會經濟的穩定 就業的貢獻其實也是一貢獻 非常不會 先做這樣一個分享 我相信我們在貿易上的立場 沒有什麼差別 其實問題是在這 因為就是我們自己 自動化言 所以我們的動盪觀 就是這個自動化言 造什麼 就是這個固域造什麼 所以這個 你講沒有錯 他可能是對 僱用有貢獻 可是現在的問題 就出在 他可能不是僱用在台灣人 所以我們整個 核心問題是 我們在管理 我們在用政策管理 這批人的時候 已經過去的方法 比如我們缺工 啊不 我不要調工資 給你加班 這樣行得通 那我剛才看到其實是加班 加班 願意在加班的 廠商 那個毛利利的地方 那個 那個就不是我們要鼓勵的對象 所以我覺得主要是說 上一波的勞動 就是一一休的過程 當中我們還有一些數據 還在處理 就沒有辦法解決 就講很多話 然後我相信 我腳還是有些道理 所以又趕快把數據冒出來 可是裡面還有一些沒有完成的 因為我們 我們其實沒有廠商公司 也沒有用成是行業的 所以會變成說 行業的平均加班數 不是那個廠商直接加班 所以會算的時候 會不太 平常其實是 有一個家庭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那部分是 是比較 比較有問題 那財閥 所以我的想法是說 我們不能夠只看 財閥跟那個 污染的數據 因為財閥跟污染的數據 都是一個行政機構 所以我才用很多流動 產業內的勞動流動 就是跑掉的 就是你這個產業條件 只要我跑的越多 就是我們用了一些其他的指標 希望能夠代替 那個 你要說是工具對的樣子 假設它不是受這個程度 直接離開 所以就是用一些外生的方法 然後去處理那一些 那一些那個 到底什麼跟毛利有關 或者什麼跟專業有關 那毛利跟專業也不是 創新的也好的 一定是一個好的 測量方法 所以就變成說這裡面還有很多是 覺得 做了自己都 膽在心經很痛苦 還好跑出來 有一點結果的樣子 趕快還是要獻跑 這是重心情 所以 那個 那個 你們講的那個 我也明白 那其實 所以我們之前 我跟俊宏 沒有用 我想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其實曾經做 想要做兩階段的 模型 第一階段是 誰被罰 對 我們其實做了誰被罰 再把誰被罰的機率 到底去推 那個 就是用一種 反四十推 用的模型去倒推 其實 他的毛利率 到底是不是被罰決定 所以他要做兩階段 就是第七階段 跟第二階段推 那第一階段推 會缺什麼呢 非常非常缺 今天講到這個 我們還在工作中的一部分 就是我跟蔡佳宏 還有孫悦 兩位宣傳合作 我們現在正在coding 還有那個李宗盧也是 我們在coding 台灣過去幾年來 政治獻金 希望本身獻金的 因為身獻金ID 是對得上企業 自然人也有 可是他對得上企業 自然人的話 我們可以對回 那個上市企業的抖見識 如此我們就會知道 台灣的每一家企業 到底先別 哪一位後來的地方 政府的租口 多少錢 是不是捐了錢之後 就減少他被罰的機率 所以我們必須要解開 這個背後的 那一道政治領域 解開之後 我們才能用這個機率 回來倒算說 假設我們把他被罰的機率 加回來 然後是不是會死的 其實他其實應該被罰 他沒有被罰 然後他已經指得到 很多毛衣 所以這裡面還有一層 是數據的問題 也是個研究問題 可是他還是實質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的財打 是不隨機 是被我們政治利益做的 所以我們其實是 必須要等到 那一份工作做完 就是 台灣的政治現金 失去的 全部都清楚了 然後我們才有權盜 所以今天做的也是 就是 提名了 屬於預告片的性質 負責任 負責任 商量照片 然後好幾個選擇 我們就要合作 我們這樣再推翻 說出來 就是 台灣從政治現金 之後企業保底 都能夠解開 每一層的謎題 然後這樣子我們才能夠 對證下藥 可是我們在看過 都是 這是 不會取暗 所以那個 我不知道這樣能不能解決 健康那個問題 可是 當我們在清理那個 政治現金數據的時候 又會遇到 其實有非常嚴重的困難 中選會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 我們這數據已經來自四個部位 很多 三個 商業機構加四個部位 我們現在還在要那個 政治現金 那是中選會的管理 中選會是不准許用電子打 我也不知道 我不曉得為什麼 他們要這樣管理 他裡面給你印 他拿PDF檔出來給你印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夠 直接拿到電子打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去掃描他 又過打一次 然後用電子變形 用人工智能學習變式 那個是什麼名字 然後就才能出錯 S變成8啊 9變成8啊 30變成8 然後就 然後就 搞不見那個聲音 就知道 這樣是要 我們認為是要對那個統計編號 就是我們要把廠商 聯繫的廠商數據過 我們就是要 那個 政治現金都被廠商包出去 然後就是 就是這一片就是 現在卡在這裡 要清數據我不知道要幾年 所以就變成說 很多 剛做到這 其實我覺得 那個 我自己都覺得 我的助理們還了不起 其實不是我了不起 助理們還了不起 竟然能夠把 經濟部 環保署跟 勞動部的數據 全部都灌進去 可是我們現在 就是 還有很多困難 所以至於 我們沒辦法解決 那個 財閥不均等 機率不均等 還有其他的問題 所以那個財閥不均等 就是像你講的 那其實財閥 目前 那個財閥其實 我們剛才有修數據 大部分都是大型廠商 中央其實重槍機率 完全是人力的問題 所以 甚至 就不需要那個政治 bias 他就是 所以 所以 我覺得那個 那個倒不是說 你剛才說的是 大型廠商都比較少 可能會有這種現象 但是 我們看到的其實是 大型廠商一直在撞槍 所以就變成說 而且他也罰得動 他成交的出錢 所以就是變成說 我們其實一直都是 其實我們的管理 其實是不涉及中小企業 是因為最低管制的那種 所以我們很多 就是我們現在還沒有想清楚說 到底台灣政府 你們是出一個產生政策 傷到誰 耍到誰 你們其實都還沒有 在政府的 其實 其實對 其實去罰的時候 或者是去 去獎柱的時候 來的人是誰 大型企業 主要是哪一個 哪一個 大型企業 你說大型企業 對 大型企業 我剛才講的 我們其實是用 那個計畫很難進去 對不對 那他是不是像 十八工業 沒有 對專門的大企業 我說你們在同一組的時候 沒有去區分在 開來的那個 產業裡 沒有 是用 直接用規模下去接的 就三百人以上 他不用的就三百人以上 對 沒有隱遇 隱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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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全部都 水產 就是各個 各個類型的 瓦拉金 加成產 因為每個 每個 公司都會 扮演 扮演 其實我們在水路產 空氣路產 這部分全部都加在一起 所以那個基本 是各 各公司 在各個公司 因為有時候看數據 大約一都是 像是大型企業 或是大型企業 造型 我這層 會不會 這都可以 沒有加成的 可以突然可以整理 鎖定模在旁邊 讓 典具在這個項目的 維藏 和金融之類之後 屬於重用 確實 可以 之前 之前我們有做過排行榜 所以其實有好幾年 都是 棕油 棕油的農場 可以可以 棕油農 棕油農 幾乎 發展最高的 都是那三家 包機的 污染本身 是 看不到 摸不到 但是很低 所以你邊的那個 那種 廢力 其實它是 很隱藏性 然後你又不能夠進去 公益界 其實 本身要進去 你就要層層關卡 所以你的 不只是 老檢 包包環境的污染 它都可以層 非常強的 部分 我覺得那個 老檢人數當然是一個 可是它的這個 產業客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 是 不好意思 如果這樣 過得多 的話 就想 是 但是很夠多 要多一點 是 沒有 數據也不是很多 因為其實我們是用 五千大器的排行榜 所以我們是五千加 裡面大概 兩千 六百多加 四大器 以後來 就是 再分下去 就是要看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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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其實本來是 我們有 配對頁別的 就不是 由各頁頁的 由一 由其一 應該都是配到頁別 應該是 十七六 還是二十六 應該是二十六 應該是二十六 可能六到四十幾 還有八十幾 就是二十六 那你想職業 如果來的比例比較少 沒有 目前沒有控制 沒有沒有 這是五千大器業 全部拿進去 沒有 都只是製造業 而且 職務業老僅 也都很多 我個人的理解 就是說 它並不是說 沒有中標 它有實質標 沒有中標 一定是好 它並沒有這樣講 它只是說中標的地步 好 對對對 我就是這個概念 中標是一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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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再有一定的 但是因為你還沒有查出 它 有問題 可是有的話 基本上你的 統类危險 就很清楚 只要有這個 比如說你吃太多 吃太有 一堵好選 這個它是說 口类危險的好處 但是是不是沒有吃太多 吃太有一定健康 故意見 我覺得 我覺得 就從邏輯的理解 從數據的這個解答 比如說像高科技裡面的 呃 它其實 那個毛利率的 也 那個 也很多啊 那個 E-RAM 還有就是 Logua Display Candy Pop 而且它便宜都是很多銀行的錢 很六大產業 然後政府 給它代款幾千億 這個是我們都曉得 所以那個部分的社會成本 雖然不是像 呃 我們想說 其他的環保外部成本 或是勞動的這些成本 你可以看得到 可是事實上 它也是整個國家在金融方面 跟它的一般 其實那一部分其實 金融不在的部分 如果有比較低 呃 所以我們正在處理那個 TJ 就是那個 那個 必須要把那 應該說 那樣子的話 會讓我們的數據更 更減少 因為那個 上市公司只有在一間期 在五千大裡面只有一間期 所以你變成說 你又把它縮到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才有那個系列 是不一樣 所以會變成說 下一步就是說 上市跟不上市的部分 還要分開 可是其實我們現在在談的中央系列 是更加 根本不能 盤進五千大的 絕大陸續 所以會變成說 這裡的分析也只是 進到五千大盤 裡面出現了 怪老闆 謝謝 還有其他 請 那個 我 第一個就是說 就是剛剛有提到 那個薪資的部分 其實 網路上有很多數據 就是一些鄉民啊 那種類的 但我不知道那種 不能列為 就是可以做一個猜討 包括我自己在求職的時候 第二點就是說 我自己也在 科學研究上過看 真的是上班大卡 下班責任 但是 大家薪水給我 夠高 之後我離職了 那我準備去另一個地方 是戒指官的位置 但也是全部責任職 但是薪水就是高到你願意這樣做 所以在勞減的部分 做協調的部分的話 是不是說 其實是要增加勞計法的協調彈性 那當然我覺得 有一些公共安全衛生的東西 其實是必須要納在裡面的 比如說有一些作業危險性的東西 那第三點 就是在天下雜誌裡面 它有很多的 車子房子酒的廣告 那在雲林的話 有一些引擎冠軍 他之前有做過專輯報告 永續經營 以創新 是否可以取得平衡 但是他永遠永遠 永遠都不會講到房價的問題 在台灣CA的生存裡面 我覺得房價 炒房炒工業用地 已經炒到一些很多東西 補法生存了 這已經像我有些些傳統產業的部分 他們就是不用創新 他們是要一直做那種Retheing的工作 但是就是因為高額的房價 讓他們發不難 這部分的話 我真的有一點不太知道 怎麼去做思考的 那種平衡性 那可以請老師這邊幫我做一點解釋嗎 請問老師 實際上在做研究的時候 在如果說是用不分行業 裡面的像是 老公公的柔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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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 其實沒有辦法分公司 對 因為要創業的話 只有產業區 對 其實整個研究會是 OK 其實如果在業別內 的話 其實加上公司是 可以說幾個數字 跟幾十大幾個 OK 因為這個 因為不同行業區 其實 慢慢 也會有像 科技的時候 裡面也有 裡面也有 但是通常我們在看 產業區的時候 通常不同產業區的 柔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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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 創新網課先插話 講一下的時候 剛剛他講說 他創新那個投資 是在飄不及很多 可是剛剛 我們下午來在某個地方講 其實台北的創新 大概是 七出五 大概四分之三左右 事實上是 我們RB裡面 大概總共佔的 事實上是大概9% 可是這個9% 總共9%裡面 正在剛才出了四分之一 然後 那個誰 出了大概 對不對 應該是3% 我講說3% GDP R&D 那這種是出四分之一 然後 廠商是四分之三 可是你如果去看裡面 就是 比較基礎的 上一個 就 這個部分 事實上R&D 廠商是 七分之等的 就是說 我們假如把 上中下以後 簡單的看 說 基礎研究 這個一定的研究 所以 我們在詮釋 這個高科技 進一步 進去看的時候 為什麼台灣的高科技規模 其實一開始很大 可是後來 這個競爭力 往下來做 已經經過 往下來跑得非常快 其實你也是要去細看 那個RB部分 放在哪裡 這個其實也是回應剛剛 我想 我想 所謂的這些 非灌勞版 其實 定義工程 把這些 指標 進去以後 大概砍掉 沒有幾個是灌勞版 其實 這個角度 來看 我想 勞動是一個指標 還有環保是一個指標 但是 事實上 剛剛講的創新活力 是一個指標 好 那你保險 可以拿 一下房價 那個 一種可能性是 我們如果有實價分率 我們又有廠商的位置 其實我們完全可以知道 地價對廠商有影響 對 只要能夠用實價分率 能夠相連 就做得到 但問題是 這個每一場都有問題 首先實價分率 到現在 我覺得實價分率 已經比通告地價好很多人 其實我們有借通告地價 的數據 但是 實價單位 我現在也不太敢定 那個實價 因為裡面還有可能假交易 或者是待接交易 所以就變成說那個 然後你也不能說 它全都是假交易 說不定真的有交易 所以我們都不知道 那個實價單位的部分是 然後廠商的位置 是另外一個難題 因為現在台灣7層 五千大企業 六成多企產 都基在台北市 但跟它真正 比如說被開導檢查單 都不是能夠定義的位置 那比方說它的廠商就在這裡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現在一直在面對這些 研究上的難題 就是說其實我們最後就是 所以最後都一定在統一很好 只能用那個紙去規定 可是其實都是 為地 首先它沒有辦法進一步的告訴我們 怎麼樣去 比如說台灣有一個產業地群集 是哪裡表現比較好 是台中的經濟比較好 還是桃園的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做這種玫瑰 因為用彈機的東西還在沒事 所以很多東西都變成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一個 那你說我們應該可以 要有科學的 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去評估一些 台灣的地方 可以做用政府 陀著在產業群集 或者是 那一個 還有一個 你要有KDI 你才真的要有KDI 你亂弄 亂弄 然後文字館幹的結果是跟 成功的 所以有些跟文字館的結果是一樣 反正都是自有自出嘛 所以就變成說 那應該是行不通吧 國家一直這樣搞 都不會進場 所以 那個 但是其實我們就 好多做不到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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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我摸過工廠檢查資料 對 那它的 它的 詢問的方式是 你一家 公司 然後下面 它是以工廠做分類 所以其實是可以定位出 不同的工廠 它的位置在哪裡 那 不過我已經十幾年被摸了 我知道那套資料 你必須這些東西 而且大部分 你剛剛提到的東西 它都有 而且很仔細 那 嗯 可能可以去從那邊 調一些 比你趣味的資料 出來 對 對 剛剛聽到 有一點納悶的 就是說 嗯 到底這個研究 是 為誰而做的 嗯 因為我剛剛說 我們關切台灣性產業 就是 是 如何 呃 台灣化 這件事情 我個人的理解 在 二戰 前 在 日治時期的時候 它把台灣 當作一個 升級 那 戰後勒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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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之後 它是一個 更加 剝奪台灣 資產 跟台灣人的 一個品質 它把台灣人的設定目標 就是 讓所有的台灣人 活在一個 可勞動的 病態狀態 所以你現在談這個 什麼環境問題 什麼戶外問題 就是台灣人 不要死 而且還能夠工作 能夠產生 生產力 出來 錢給它 中央政府拿去用 它就達到目的了啊 什麼 什麼現在 要長照 照顧這些 已經 把台灣資產 運作 被它剝奪走的 這些人 還要去照顧它 所以現在的 台灣年輕人 到底腦袋在想什麼 台灣人真正要的 為什麼不能夠 投資在台灣這一塊土地上的 天然資源 怎麼樣 可以活得更好 而勞動力降到最低 你知道一個幹地 一天賺多少錢 他工作幾個小時 他活在什麼樣的狀態底下 台灣的天然資源 不能夠整個全部開花成高爾無酒場 讓全世界的人 讓那些 冰天雪地 乾浪 無草的人 來台灣 打包無酒 不行嗎 為什麼在爭爭起腳 這個什麼 環境污染 這個 這個 污染量的多少 所創造出來的 生產值出來 結果吃到了什麼 那是另外一個 一個問題 我的意思是說 台灣人要活在這個土地上 怎麼樣活出有價值 而不是把你的 可生產力的勞動 勞動被剝奪走了 還不知道 還在跟真正 提高護人稅 如果台灣有每個人都護人的話 要提高什麼護人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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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北歐 每個都是護人 不是他們罪人稅 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相對的 人家知道 就是他活在那個當下 那個環境下 為什麼 的價值是什麼 這才是重點 今天 你設定的這些 這些 記樣出來 用過去的這些數據 都是在剝奪台灣的生命力 的價值 然後你反映出來的時候 台灣新生代的人 如何不再被剝奪 能夠真正享受到嗎 出生在這個土地上的價值 這個面相能夠解出來嗎 別回答 別回答 我回答那個是 他是從數據去承認出 那個價值被扭曲的 所以說以前的資源分配 例如包括減稅 剛剛講得清楚 包括去幫忙解決 土地的缺乏 稅的缺乏 包括去勞動成本的 降低政府的這個政策做法 其實反而是三百元的土地這樣 使用在所謂的閒置土地 跟空屋 空 空 空著沒有使用的這個建築物 這個 這個所佔掉的 讓現在年輕人 什麼叫做 這個 住不到好的居住環境 那些空屋的這些 這些 已經淚瑞細物的這些東西 有沒有人在 要把它改造 要去增加 讓它變成可不用資產 沒關係 雖然這樣不多 我就跟我們在這間討論的 都是以後 但是就是不錯 這樣子 好 我想 是不是再開講 我們其他的 謝謝 謝謝 周鵬燈 還有 對 我這段經濟網信書 謝謝那個 周鵬老師 邀我來參加這一次的 那個 演講 那 應該這樣講就是 我非常佩服說 你們就花很多時間 把這些資料都建構起來 那但是呢 可能下一個的動作 或是說 需要再去討論 我剛剛提到說 其實應該 要有多一點的 其他的一些 不同的專業 那 我自己是經濟系 的那個 老師 所以說你們這邊 在談的一些問題的話 其實有不少 其實在經濟的文獻裡面 都談過 那 當然就是說 過去的話 我其實之前 也在跟 李童老師 談到說 過去這二三十年 是經濟學家 對台灣的整個社會的 整體的發展 跟貢獻 其實基本上 我可以這樣講 很負責任 講說基本上 幾乎等於 那 所謂幾乎等於 零的一層 就是我上一次 也有跟 李童老師談到 為什麼 因為這整個的 所謂的 學術界的 那樣的一個扭曲 就是說 在談個 比如說 我們在談台灣的問題的時候 基本上 這一類的那個文章 的話 很難去發到國際集團 那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大部分的經濟學家 他願意去拿台灣的數據 或收集台灣的數據 來做這樣的問題 那所以 其實我這邊 第一個就是說 要 就是非常的 感謝 就是說 你們這樣的團隊 我知道說過去 尤其是那一本書出來之後 其實引發很多熱烈的討論 那其實這個部分 是我們經濟學家要判斷的 就是說 因為其實有不少的東西 其實是應該經濟學家來做 但是我們經濟學家缺席 所以呢 這邊的話 就進一步再要去談的 就是剛剛其實有談到不少的 就是說 在計量方面的一些問題 其實老實講 從我們專業來看 真的很有問題 也就是說 剛剛在談的這些結論裡面的話 有不少 其實從 比較專業的角度來看的話 是 我們會持比較好的態度 尤其在對一些資料 在做一些詮釋 在對這些違規的結果 做一些詮釋的時候 另外還有很多的東西 並沒有去控制 尤其剛剛其實有一些 顯而易見的這些缺失的話 其實 大部分的 女會的來賓都有提到 我今天不是在評論文章 我現在只是在說 我們如果說未來 希望 沒有去控制什麼文章 蛤 所以我們的容器 是這個所謂的DEP的聽眾 來看到這樣的結果 那這部分也許有機會 我們可以再討論 因為你的合作的很多的夥伴 其實我也都認識 那其實我們曾經有一起留文章 我剛剛在錄一本書裡面 但是我其實是到今天 才有機會面對面去討論 一些共同的一些話題 我們知道很多老師 跟他都是co-author 應該這樣講 好 那我這邊要談的是說 這邊基本上就是 我們在談的很多的問題 尤其是談到一些產業或什麼 其實因為產業的特性很不一樣 所以說在針對產業去做一些討論的時候 很有可能 其實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變數 來做一些控制 而這些控制的話 其實在跑回歸的時候 相對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控制的話 常常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你就是把 比如說橘子跟蘋果拿一個 橘子跟蘋果或蘋果跟柳蒂 一起拿來做的比較 那我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我們在談 比如說剛剛在談的一些 如果是用量的部分來看的話 有些時候可能我們會希望用比例的方式 或者是說 有些在談到一個size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能是希望說 能夠透過不同的measurement 比如說除了是用員工的人數之外 我們可能可以用這兩個 或會用這樣的方式 類似的一些東西 去了解到他的sensitivity 就是說那個部分是不是很重要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部分真的 你們花了非常多時間 因為我們自己也在收集 在做一些資料庫的建制 要去建制這個資料庫 其實真的相當的辛苦 但是這整個過程當中的話 我們怎麼樣讓那個 最後的這個結果的呈現變得更好 然後我覺得 這是今天蠻已經覺得很好的 那再補充一下就是說 其實我們之前 就是說過去在米充的這個 帶的一個計畫裡面 我們做出來的另外一個結果 也非常的有趣 我簡單的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 因為你剛剛談到那個政治獻金的部分 那政治獻金的部分 我們其實特別有去看了一下監察院的資料 就像你講的沒有錯 就是說 它其實已經有電子彈 可是因為受限於這個所謂的 特斯或什麼的一些原來的 我們政治獻金法的一些規定 所以說 你要拿出來的話 一定就要用紙本的方式拿出來 然後一張 如果美肌說應該是兩塊錢 就是說你要印了 比如說 那一次的這些信息多少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說你一次要印出來 可能是幾百萬 就是說你要花幾百萬 把所有的原來已經電子化的東西印出來 印出來之後再把它scape 你花了多少錢 你花了多少錢 你要花幾百萬啊 啊 你幾百萬我也長不起來 我們要印的是一個年度的就是 所以我知道 我現在講的是說 我們看到的所有的 有的資料 如果全部都要印出來的話 對 那但是我要講說 這一份數據其實 老實講 我們稍微看了一下 那個參考價值並沒有看到 因為真正有影響力的現金 不會在那裡出現 這個是很具體的一個 就是說 我們因為從別的數據看到 就是說 這邊的數據其實 它有一些參考價值 可是真正它對於 決定性的影響 的那些現金 不會在那裡 那我簡單的說 先分享到這裡 我們還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這些數據可以在那裡 謝謝 我如果有這些數據 真正重要的數據 跳不到的話我怎麼看 那經濟學家 黃學家也是說 沒有 這個部分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證據 對 這個證據現金本身 它當初在做 就是說 可以公開讓你去查閱 可是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就是要設計到 讓你非常難去把所有的問題的全貌 把它釐清 你每次只能看到一小部分 因為你要把這個數據把它弄出來 其實不容易 那幾年前其實 G20D有在做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也是一樣 困難度很高 做一做之後 大家都沒力氣 繼續做下去 那所以我們後來再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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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們另外做的方式就是 我們用其他的 比如說 繞一個圈 用比如說 國發西進的資料來做 那那個相對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那我們從國發西進的資料裡面看到 也是一些很有趣的現象 好 我再太多時間了 OK 好 謝謝 其實說 我還給你補充 今天剛才有問題 其實問到專利的話 抗力申請數我覺得還可以 專利還有很多奇怪的東西 包括說 最奇怪的就是 專利支出 在那個企業支出的特色 可是實際上發生的情況是 所以 企業可以買專利 以至於創造專利的 跟買專利的 其實不是同一個場賽 所以會變成說 那個企業 就是我曾經有想過是用 專利支出的額度去送 創新嘛 可是其實那個也不行 因為那個被當作是 目前台灣討稅裡面的 非常大的漏洞 因為它可以當作 資本支出理解 它可以加成理解 所以會變成說 那個 紅海是做最多 紅海常常去買人家的專利 用來理解 它在國內的資訊 所以就變成說 其實它有沒有在創新補充 就是 連用的專利 就是用在專利上的資訊 我們也不能夠肯定它在創新 所以其實這裡面 每一層都 都是裡面炸的 那做出來 所以如果說有結果 有一個 每每採採金 我那算運氣好了 所以拿來提升一下 不然其實很多東西 你在外面 連個的方式 幾乎都沒有結果 就算是一攤 所有的資料都沒有管理 但是這個不會是我們的結果 因為 從直覺上 就不敢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那個 我反而是覺得說 比較傾向 把這個問題 展開一下 我們這樣用教育的方式來 不然的話 拿去發表 這樣也是隨隨便 跟別人採掉 挑一個技術問題 就對了 問題就不是出在那 然後也是 實質上是不解決答案 問題 關係的問題 所以就變成說 那個是全層界的人 自己出力的那一種 PG 就是為了一些 我最後的 做到一些 最後是數據 怎樣的問題 所以就變成說 那個 我現在還蠻煩惱的這件事 我幫你 我覺得這個 我們每天都在做數據 我們每天都在做數據 那個 政經學家或是社會學家 做這麼多數據 其實就是希望 像股理學家一樣的數據 那 為學家沒有辦法 我們就繼續 exception 這個exception 之後 我們學習的話 這個 Visical law 必須要被 被廢還 所以我們對數據的 教育是最嚴重的 可是從我這個角度來看 他其實這個數據代表是一個Veto 是一個Posive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 什麼叫做幾幾個 我們就強烈去說 如果這樣 我這個指標一定是什麼 你的邏輯是非常強 可是他這個必要是說 如果有這樣子 你很可能就有 你至少不是你要達到的 那個正面的方向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事實上在對未來的 這個政策本身的Veto 感覺很大 因為他宣稱 我們未來要 我只要去降低這個 勞工的問題 那我們要 要產業務 必須要降低 勞工的意義 修這個條件 然後我必須要去 開發到 中國人去 然後 你這些東西 其實他是希望 有人進行的效率出來 證明效率出來 但是他的數據 至少告訴我 告訴我 這樣的Posive 是沒有 沒有證券的意義 沒有證券的意義 光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 你就可以讓我們積極協定 你不能夠拿入理學家的 希望他有 Physical law 從這邊數據導出來 他的correlation 還要求這樣的數據 這個數據 事實上是一個reflection 對一個 現在 已經長期來講 台灣所迷失的 經濟政策的一個反省 就是說 你所plan的東西 你所要求的政策 其實在我這個數據來講 是nonsense 是沒有意義的 那我覺得這樣來講 你的數據就很有意義 雖然其實這時候 你的數據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你的pagent 可能要落到 那個正面邏輯 你想要去 積極地找到 他的correlation 也許不是 但至少你再去 反駁 以前 強調 某些條件 跟某些正面條件 的原選 那 一個政策 長期二十三十年來講 有百分之七八十 雖然不是百分之百 說你是一個負面相關的時候 負面相關的時候 那你當然這個政策 要必須求證 我想政策 不可能像物理一樣 那麼一就是一 零就是零 物理學家都會相信 政策是一跟零之間 那為什麼可能有這些其他的 要相信一跟零之間 不好意思 我不做錯一點 我講這個 你本來有形上學的 你認真是人意 是 你在吧 最後再 好不好 老師 我想請教育 你覺得關於稅收 就是說 新加坡有什麼 新加坡的稅收 是一個 但他會是看到 第一期生產 他就很難 哈哈 好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其實新加坡現在 目前的稅收 在幾乎比六百十八 比台灣還好高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 很奇怪的 甚至有點歡樂的 就是說 大家常常提新加坡 新加坡現在 花了很多錢 在居屋 房子 其實他們也跟我說 這個樣子講 有 那 那 我大概看是不是 舊子 那 反正想問說 台灣跟新加坡 為什麼不一樣 不行 我們沒辦法 走到那個人心 還不繼續 稅收往上提 還是想問 那好 我們去把他點救 不是很正確 這是台灣的資本家 要降低稅的時候 都用新加坡來騙我們 說他稅墊是低這樣 有一些稅說不定是 其實跟稅總有關 可是他其實不是 他總稅收在基金率 比例是越來越高 對 所以這件事情就 對 好 那有辦法算 我們台灣 合理的稅收 比例還要高 就是說 比如說 台灣最好 大概是要到 50% 25% 30% 可是行政院長到 好 OECD的話 會給一個平均值 那我們通常都是 我們的 攤車怕責 比如說韓國 在比較 韓國大概也是基金率 要10% 金率能夠更高 輪到20% 可是 那個 只要超過韓國以上的那些 歐洲 包括美國戰略 其實大概在28%這個人卡 基金率100% 27% 再上去就是 北歐處理國家 就要跑到35% 36%以上 對 所以就是說 不是美國都一樣 所以就是說 應該說其實他們要分類成幾種國家 然後你想要變成什麼國家 你就要想說 我的基金率應該真的 真的 其實是跟你自己想像 未來要成為哪一類國家有嗎 對 謝謝老師 如果從這個經濟的面向來看問題 從你的這個數據的分析裡面想請教一下 你有看到這一些所有台灣人從事勞動生產出來的產值 就是它的產經量 有多少 有像 所謂的 物水組織 去的 到底有多少 能不能在你的這個系統裡面看得出來 這個好像 跟說 黨產 其實我們還蠻想要 把它 應該說以前那個 台灣的很多的生產出來的 這個勞動 利潤 被移走了 才會造成所謂的過勞 必須要一直在所謂的勞動狀態下活著 沒有辦法真正去享受到所謂的聖明價值 那這一些被移走的 移到所謂的物水組織去的 到底這一個流量 在你的系統裡面能不能顯現出來 他為什麼不能夠這些台灣人的勞動生產的利潤 被勞動者來享受 對 我跟你說有可能 為什麼有可能 其實已經有人算過 就是1989年《農斷國學》那一批作者 其實他們做過 那個黨國資本主義 也有黨國資本沒有的書 他們判斷那些水準 其實他們有判斷那些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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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改名思念系統 有其他控股公司 加他們底下 其實有四五管價值的系列 那如果我們有他們 其實我們 所以其實李宗隆我們也做過 李宗隆在那裡 我們那本書裡 我們就讓他有寫 就是他判斷那些跟黨的關係的系列 然後就是把那些 但是他沒有把那些產值加起來 他只是判斷出黨的系列之後 就說那個 那個集團企業把票 就是他的依變量是政治獻金 就是那個 他是在2008年的地位 所以就是他判斷出家族企業跟黨一事業 然後去算他們政治獻金 獻給哪一個黨 當然黨一事業就會獻給自己的黨 可是他並沒有回答 他在那本篇文章 不是要直接回答 那個 他是要回答家族企業怎麼影響政治 但是他沒有去回答那個 水服組織在五千大企業裡面的規模是怎麼樣 是過去是多大 現在一直跟偽縮 其實他沒有回答 他其實不是 其實我們是不是有可能做到 有可能做到 所以其實是算得出的 但是我們現在寫的還沒有 我應該去再去 再去給李宗隆和體一下 那可能算得出來 OK 呃 還有沒有一定要問的問題 是 我其實沒有一定要問的問題 不過就是要 echo一下 就是剛剛提到的 比如說 我剛剛講說 那個經濟學家過去的20年 2030年沒有貢獻 其實就是 經濟學家貢獻到 那一本 結果哪個資本主義之後就停滯了 我說我們台灣的經濟學家對台灣的貢獻 那我這邊其實要回應一下 剛剛在談到 除了李宗在談說 我們對於這個資料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 真正我們從這個資料累積的過去 比如說現在這邊的 五千筆這樣的一個資料 進來的時候的話 那他其實他的意義是 他的意義是很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過去我們在談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只能用比如說感覺的方式 或看到一些特例 這些特例被凸顯出來之後 我們就以為說 他這樣的影響其實是很巨大 其實這時候常常會有些盲點站 所以說 在看到數據他呈現背後的一些意義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當然一開始是不能留給他太多 賦予他太多的所謂的價值 而是說真實呈現出來的這樣的一個 不管是因果關係也好 或是說他的這個相關性的部分的話 其實正好是一個方式 就是像李中剛剛提到說 我們回來 回頭過來再來檢驗說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這個樣子 從這個數據其實幫助我們來 理清楚更多的問題 至於接下來要去改變現在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的話 其實開始就需要有一些 所謂的欠負的動作 而這個部分才會有我們 會背後的這個價值的部分才會欠負 所以說通常我們在處理資料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客觀性的東西 當然很多時候可能會有 數據處理上面的一些盲點 或是說可能對於這個所謂的數據 剛剛很有可能 我們剛剛有一些討論在談到說 很有可能有一些關鍵性的一些因素 我們可能還沒有思考進行 不過在看數據這件事情 當然也是一個客觀的一個事實在這裡 那我們有這樣的數據才能夠具體往下做 那我們過去其實太多都是 這些政策都是提供跳出來的 那其實更多是怎麼樣 德國操一個 日本操一個 美國操一個 全部拼湊起來就是我們的 其實這樣的東西完全是 不適合台灣的 我簡單來講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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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只剩你的話補妝 對未來 請 請 今天都沒講話 因為他是對未來 所以他不需要要忙 而且對未來其實你很難去量化 你消掉以前不對的政策 可是事實上對未來的話 你可能要更多有些前瞻性的 那我想今天很高興 然後順便再預告 同時上這個系列 希望有個在未來的一個 一個conclusion 然後是結合 這個結合出一定程度的量化 跟實性的理解這個因價 的部分 那這個議題也表現 從一粒一休這樣一個議題 我們希望衍生出來 是一個比較整體的一個 對台灣的勞動 然後整個經濟結構的理解 而不只是限度硬在 你到底加班幾個小時 這個單一的議題 因為這個是一個結構出的議題 我們目標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也都是用風的方式來做 包括健鋒 還有幾針 還有家喉 他今天沒有來 而且我有一個 比較是 怎麼講 就是 獨裁的要求 就是說不然誰講康哥 是參與的 那 因為這樣才是用具體解 才有對話 那 所以其實這裡面的理解 跟對話跟辯論 其實不在 也就是一個基準 可以做集體研究 很重要的一個條件 所以我們這裡不需要 風涼風箭 那 我們就覺得 物理學家都會講這麼多話 所以你們儘管 什麼意見都可以 替你們討論 然後我希望我們在這裡 可以建立一個 比較公共政策討論的一個 跟你們可以比較 所以很高興 今天有很多朋友一起 謝謝 特別謝謝總統 那我們就再次 謝謝總統 還有各位 好 謝謝